什么叫真心 真心 什么叫忘心 真心没有咱念 忘心又咱念 我念阿弥陀佛 我还想着别的事情 这叫忘心 真心这一念里头 除弥陀之外 什么念都没有 这一念是真心 一念真心 他就一直就上去了 舍宝图上上平和身 所以偶尔大师讲 平位高下不是念佛多少 功夫前身 功夫身的人 用身心念佛 菩提心里头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那个力量大了 那是佛心 是你的本心 你本来是佛 所以这个心跟佛相应 不是跟菩萨相应 这个心我们自己有 没有射掉 只是被 妄想分别 指出 障碍 逐漏 你提不起来 你齐心动念 全是妄念 这个妄念是什么呢 第一个 身体没丢掉 第二个 我的家庭没丢掉 事业没丢掉 你的亲朋好友 这些没丢掉 你齐心动念 都像这些 这些东西 把你的真心 盖住了 真心不能陷进 所以你不要以为 造作窝的人 造窝的人 地狱向陷进 他恐惧了 地狱向陷进 所以说 魂魄都吓跑掉了 这个时候 要有人劝他说 念佛求生进度 他确实 他就这一年 别的念都没有了 所以他这一念 是真心念 真心念 那就是 上上平和岁 实报庄严徒上上 到极乐去 什么身份呢 舍地菩萨 等救菩萨 他会跳脑高 因为他本来是佛 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就觉得不奇怪 不稀奇 人人都能做得到 就是你放不下 你能够放下 你也如此 他能放下 他也如此 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要问呢 我们用什么心呢 那当然 你要明白了 就在现前 除世待人节物 我都用真心 我不用王心 不用真心 根本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夜幕当中 人人是好人 素死是好死 李老师找您教导我 方法好极了 叫我们把一切人 都看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实现好人 跟我看 阿弥陀佛 实现一个窝人 跟我看 都帮助我提神 叫我看 这里都不分别 不知处 阿弥陀佛 最后做到不起心 不懂你 那你就成佛了 阿弥陀佛 善人善私 我在这个境界里 就没有贪念 欢欢喜喜 没有贪念 心住在清净 平等酒上 看到沃人 沃死 没有嗔恨 心也住在清净 平等酒上 一点没受干扰 这是佛菩萨 阿弥陀佛 就没 движ successes 睡前 老 segunda 小人